你好 我是Kim 新年快到了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未來2015年他們的運程會是怎樣 哪一種算法會較為準 如果要講到準的話 就應該講止評百字 百字它的準確度是挨著百成多 它之所以為這麼準 原因是因為它會組合超過一百萬元 未有五代十國徐子平的止評百字複名食之前 至唐朝以來古人算命其中一種方法 就是以這個連枝 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新朝 如果我們用新朝去算命的話 基本上我們主要是會講這個神煞 即是我們所講的吉星、空星 而這些所謂的神煞 其實它們按年不斷循環 所以它本身就已經有它的復限性在 於是就有人把八字裏面的十神 就放進去裏面 即是我們所講的比堅責財、直神相關、正天財、官殺和正天忍 你一定會想 在現今全球人口超過七十億 段股都不會區區只有十億種運動 話雖如此 其實新年用新朝去預測 未來年的運程 在我們華人社會裏面 早已經成為傳統習俗了 就好像我們新年去派例子 我們用那個例子去趕走那隻連袖一樣 不如我們現在馬上參考一下 未來2015年的新朝運程是怎樣 屬舍的朋友分別有1941、1953、1965、1977、1989和2001 以立春後為準 屬舍的朋友在2014年因為合泰稅 所以是不錯的 到2015年又行食神運 即是要靠自己的專業技能和智慧去彈展 在2015年是月牧年 對屬舍的朋友來說是孕性的 即是貴人 所以屬舍的朋友在2015年只要努力 不怕困難才能成功 而這個貴人除了是指人之外 亦都是天上的貴人 即是神、宗教 所以如果你在地上找不到貴人 你可以從宗教上的貴人去協助 1965年的蛇 運程是比較平穩的 1941年和1956年的蛇 特別需要留意健康 1977年的蛇 就需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情緒 吉星方面有八座和翼馬 八座暗示有地位上的提升 而翼馬星是主動的 所以屬舍的朋友在2015年會不停地走動 出差、轉工、去旅行、搬屋 等等 如果你不停地走動的話 有機會被迫轉工或被迫遷 所以如果你是中年人士 你又不想動 最好就是去旅行 認一認 空星方面有天狗和吊客 天狗和吊客都是空星 所以屬舍的朋友在2015年需要凡事小心 不論自己的健康或是家人的健康 因為天狗星是主意外和是非的 所以應該盡量避免去參與一些高危的活動 而吊客星就暗示 家裡有人會有病的 所以如果家人有人病 最好盡快醫治 不要拖 而且還需要特別留意 或者家裡的五黃位和二黑病庫位 可以的話不妨去做多些試試 除了以上我所說的事情之外 宿舍的朋友在2015年應該盡量避免 出席一些探病運喪的場合 因為在醫院、墳場、殯儀院的磁場都較為固免 當自己的運程已經不太好的時候 就應該盡量避免出席這個場合 特別需要留意的月份分別有 正月和農曆的4月、6月、9月和15日 至於有什麼趨急避兇的方法 風水佈局 曾經可以由南河的官網 cleansingchee.com裡面的增加錦朗 又或者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會定期upload一些最新資訊上去 最後祝大家揚言行好運 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在運骨內